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1630集 徐叔叔,进屋说吧 徐仲义情绪这么激动 余奶奶肯定也同样激动 老太太本来就有糖尿病 身体是近两年才精心痒了痒 夏小兰还担心余奶奶承受不了这种情绪大刺激 徐仲义也后知后觉 她在门槛面前的石板上重重磕头 额头都磕破了皮 这时候摇摇晃晃站起来 刘芬赶紧把自己位置让出来 让徐仲义扶着余奶奶 徐家父子一左一右地 扶着老太太往家里去 刘芬落后几步 对夏小兰说道 唉 余奶奶啊 可算盼到这一天了 怕了 还计较那么多干嘛 能有团聚的一天 比啥都强 之前还替余奶奶愤愤不平 骂徐仲义不孝 一看重逢后 余奶奶这么激动 刘芬马上心软了 夏小兰也是这么想的 外人不能替余奶奶做决定 只要余奶奶自己满足 那就是真正的好 余奶奶走了几步 发现夏小兰三人还落在后面 她就不肯往前走了 嘴里一直叫着阿芬 非要把刘芬叫过去 见到儿子和孙子是高兴 但刘芬和夏小兰不跟上 余奶奶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母子俩把失联多年的情绪发泄完 余奶奶开口 说了第一句话 这两三年 全是阿芬和小兰陪在我身边照顾我 我能找到你们 也都是他们母女费心帮忙 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 不管啥时候 不能做对不起他们娘俩的事 刘芬才把眼泪都擦掉 余奶奶这样一说 又把她给弄哭了 夏小兰很能理解刘芬同志 就像她 一睁开眼睛 发现刘芬对她好 她就把刘芬当亲妈对待 刘芬的情况其实和她差不多 夏小兰是上辈子没享受过母爱 刘芬同样是母爱缺失 年纪很小的时候 夏小兰老爷姥姥都去世 刘芬嫁到夏家后 遇到恶婆婆 在余奶奶这里 刘芬才感觉到了 女性长辈的慈爱 余奶奶的慈爱 一开始是包裹在硬邦邦的言语中的 幸亏刘芬脾气好 不和老太太计较 后来 余奶奶的硬脾气还是不变 却把刘芬看成了自己人 她可以嫌刘芬傻 别人要嫌弃一个试试 余奶奶随时都能变成大喷子 喷死对方 季亚瞧不起刘芬 余奶奶才不管那是不是故人之女 照喷不误喷得整个技甲都抬不起头 看见余奶奶就恨不得绕道走 刘芬自己都觉得配不上汤红恩 余奶奶就没有那想法 要不就别再嫁 要嫁 凭啥不嫁个最好的 余奶奶卯足劲推波助澜 一定要把刘芬和汤红恩凑成一对 夏小兰姥姥去得早 没机会替刘芬这样打算 是余奶奶把夏小兰姥姥该做的事给做了 甚至夏小兰姥姥要活着 绝对不敢想的婚事 余奶奶都能推波助澜的牵线 为啥夏小兰知道了 替余奶奶寻情危险 后来也没放弃呢 不正是因为余奶奶对母女俩这份付出吗 感情是相互的 余奶奶和儿子孙子重逢 还是没把刘芬忘了 第一个强调的还是和刘芬有关 刘芬能不哭成累人吗 血缘 血缘很重要 有时候又不那么重要 夏小兰眼睛湿漉漉的 和周成退出了房间 周成 你说余奶奶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好端端说这种话 也没告诉她呀 周成看着自己媳妇眼睛红红的 好像一只小兔子 对 就是一只小兔子 一直在她心坎上蹦来蹦去 外人可能不这么看 觉得夏小兰是猛如虎 脚如虎 可在周成眼里 她媳妇就是需要保护的小兔子 老虎和狐狸都是假象 是给陌生人展示的 那里就是一只软萌萌的兔子 心软 情感丰富 这些都不是缺点 她媳妇是没有缺点的 周成忍不住亲了亲 夏小兰泛红的眼睛 你呀 是关心则乱 你仔细想想啊 余奶奶多聪明的一个人 只要告诉她一个开头 她就能理出个七八分的过程 周成说得没错 夏小兰和周成一离开房间 徐仲义又再次跪下了 这回 是余奶奶坐在椅子上听 徐仲义跪在地上说 从头到尾 把二十年来失联的原因说明白 说到崔儒生死 余奶奶动容 说到张家动得很辣 余奶奶咬牙 她也曾把崔儒当亲闺女对待的 崔家以前也是大户人家 要不崔儒怎么能学音乐 崔家败落得更早一些 余奶奶夫妻也没有挑剔过什么 还是履行了婚约 早早把崔儒接到家里养着 等崔儒满二十岁了 才让崔儒和徐仲义完婚 要说夫妻感情不好 也不是 徐仲义读了不少书 文质彬彬 和崔儒很有共同语言 婚后夫妻俩也是举案其媒 带形是不对 也是先让徐仲义带着崔儒出国 余奶奶觉得自家告对得起这个儿媳妇了 她可不是圣母 不介意崔儒改嫁 却在意崔儒婚内出轨 间接导致了 徐家这么多年的悲剧 常乐 你妈妈现在人不在了 都说人死如灯灭 生前种种不适 都可以一笔勾销 这句话在我这里 却行不通 我不承认她是徐家儿媳妇 她现在死了 也不能埋进徐家祖坟 我不管你们父子俩怎么想 谁都可以大度原谅她 我是绝对不原谅的 改嫁就改嫁 只是改嫁的话 于奶奶还会感激崔儒 一个女人在国外带大俩孩子 改嫁给其他男人很正常 哪怕嫁给幕后凶手张家栋 崔儒若不知情 于奶奶也不会怪她 但改嫁给婚内出轨的情夫 不管崔儒知不知道张家栋的真面目 于奶奶可没打算原谅对方 这德行就不配当徐家的儿媳妇 抱头痛哭以后 于奶奶的硬脾气展露无遗 就算面对着失联二十年后 才重聚的亲儿子亲孙子 她也绝对不会妥协 徐长乐张了张嘴 也无法为母亲辩解 不入祖坟 那就单独下葬 以后单独祭拜吧 徐长乐已经默许了 徐仲义心情也比较复杂 看父子俩都没意义 老太太摸起桌子边的拐杖 刘芬都很奇怪 这里怎么会有拐杖 于奶奶向来刚强 说自己只要没有断腿 绝对不用拐杖 此时于奶奶拿起拐杖 却是指着徐仲义 现在你来仔细讲讲 你说你让人引小兰来租我房子 这样的事你都能办成 那我们的动静 你肯定也知道 我就不问你 为什么三年前就有这样的能力 却还叫我白白的担心 我只问你 你看着小兰在美国寻亲 是怎么想的 你就这样好好跪着说 说不好 别起来 我只不问你 你不问你 我只想要记住